我們所說的是小組組長訓練 其實現在時間很短 所以我會簡縮地說 我們在這裏會有小組 有些人會說 你有訓練為何要做小組呢 其實小組是一個機會給大家互相模仰的 所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操練的機會 所以我們不只是為了做小組而做小組 而是一個給我們操練的機會 在這個slice 所講到的 一個組長和組員的生命是甚麼的生命 最重要是我們小組是怎樣的生命 才能夠影響人的 就是一個甚麼生命呢 是跟神有親密關係 有喜樂的 有輕鬆的關係 跟神是輕鬆的相處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這種從神而來的屬靈的生命 因為如果有時人不親近神 神只是學 只是做 只是學一些教導 只是不聖上的時候 跟神沒有這個親密關係的時候 神就不會使用我們的 第一就是跟神的關係 但是跟神的關係就會輕省 神會照顧的 我們不用擔心擔心的 所以做小組的時候是大家享受 每一個侍奉的時候都享受 來得著神的力量的 我們知道我們小組怎樣有力量 是果效在乎神 就是當我們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 神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我們 所以小組很重要 就是我們跟神有親密的關係 而世伯的小組的爆炸力是怎樣的呢 就是組長可以成為小牧者 即操練成為小牧者 因為很多時候教會 只是牧師傳道人做牧者 平信度很少做的 那麼組長能夠成為小牧者 是他的生命很大力發揮 還有每一個人的個人 他的本人和他的需要被關顧 就是他不只是集體聽道 而是有小組去幫助他的 還有你都可以 更加正面地去 面對到他的生命和靈性的問題 就是小組裡面 可以幫助他的生命的問題 這個就是小組的特色 還有能夠應用 即是說組長可以應用 組員也可以應用出來 還有組員有機會進入侍奉 組長有機會 組員也有機會 還有全民戒兵 這個就是能力的來源 不是只是某些人做 是全國人做 我請了Azra的分享的目的 是想告訴大家 大家用時間等候神 我會再有機會解釋 這個等候神的祈禱 多些愛慕神的祈禱 然後等候神 你會逐步逐步進入神的啟示 的領域 更多聽到神的聲音 我的目的 是將來我們更多人 可以進入神的榮耀裡面 更加領受神的儀仗和方向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會整隊軍隊 給神使用 剛才幫助我們 那有什麼質素 叫小組配增呢 更加增長呢 第一就是 組長的靈修時間 其實組員也是 組長和組員的靈修時間 他們的代討 和他們的親近神 是比較聚會 更加緊要的 還有呢 小組有目標 雖然這裡我們定了目標 但是你都可以 根據你的小組的情況 每一個小組 是可以找一些神 給你的目標的 而組長接受訓練的時候 他會做得更加好的 還有人人都會和新人聯絡 就是不要只是組長做 每個人都和新人聯絡 並且邀請人回來 下一點呢 就是組長會關顧和守望組員 會關心他們 在這裡給大家有機會過滅牧養 這個是 有時大家未必有這個機會 去過滅牧養 並且我們教導你如何 在聖靈的運作裡面 去互相牧養 就是說你就算是組員 你都可以照顧其他的組員 還有小組以外有交易時間 這些所有的因素 是叫小組增長的 還有組長建立核心的組員 和團隊 什麼叫核心組員呢 就是這班組員是更加委身的 他們更加全力付出 在這個小組裡面 更加投入分享 投入關心人 投入參與所有的侍奉 就令到其他新來的組員 或者藥的組員 都跟著他的模式受影響 就是這班人跟組長一起合作 團隊的侍奉 就是說不是一個人做的 全體一起做 還有那些對公一起去做的 還有那些核心的組員一起做的 通常細胞小組有四個W 一起講一下 Welcome Worship Word Work 首先是歡迎人 有破冰遊戲 有敬拜 有神的話語 和應用 在細胞小組最重點就是應用 現在我們所講到普遍的細胞小組 我們會講到這裏的細胞小組 是怎樣 這裏的小組 然後Work就是目標 如何去外展或者內展 如何去幫助所有參加的人 如何去發揮他們的生命 在我們這裏的小組是怎樣 我們有Welcome 但我們沒有破冰遊戲 因為我們的時間實在是很短的 是半個小時連搬椅子 全部要做齊 大家認識和關心 然後Word就是應用聽過的訊息 或者是之前聽過的訊息 和怎樣應用 怎樣應用出來 怎樣走出來 第三就是互相鼓勵 怎樣去關心 譬如組織一些關心的方法 我都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當你的小組 大家都覺得可以的時候 就可以開一些WhatsApp的組 群組在這個小組 我們組長有一個WhatsApp的群組 每一個小組也可以有WhatsApp的群組 但是在這個群組裏面有一樣重要 就是不要把外面的消息發下來 有些人發很多很多訊息 有些人就開始不看了 就只是發裡面的人的需要 和他們互相的關係的訊息 在裡面容易的分享 關心和回應 以及跟進的組員 就是能夠容易 如果太過人性 譬如有一個人說 我剛剛離婚 他又不想人知道 那時候就用個人WhatsApp 就是有些人覺得 他覺得可以說出來 他可以告訴大家 但如果有一件事是比較過人性的 他就用個人WhatsApp來說 亦都是容易幫助他成長 即是說到他的困難 我希望幫助每一個人來到的 你的生命裡面有什麼困難 在小組裡面得到幫助 和容易安排活動 這是我們鼓勵大家能夠做到的 有些人可能說我不行 但如果可以的 如果有一些另外的活動 是會令到你更加互相關懷 有些人就會立即第一感覺 就是說要用時間 這個其實是一種牧羊的方式 當你和人有關係 有關心的時候 是可以能夠建立這麼好的關係 大家想像一件事 在這個小組裡面 你就不是很投入 那些人說去活動 你沒有參與 假設 然後他們去完回來 很開心 我們真的認識很多 我們一起互相關心 互相溝通 很熟悉 那時候可能你就說 哎呀 我又沒有去到 跟他們又不是那麼熟 即是大家可以想像 在小組裡面 可能有兩個層次 有些人 他是很投入的 因為在小組時間 實際上我們只有 少過半個小時 是很難建立到深的關係 但我也不是要求大家做很多 但起碼你能夠有些溝通 有些關心 有時有些活動 這樣的時候 在裡面就會有一種凝聚的力量 去鼓勵大家 當然我會覺得 你教會的小組是第一個次序 這裏是給你一個粗練 一個練習 但我都鼓勵大家能夠做到的做 去建立你的組員 如果特別需要 得到同意之後 可以通知二牧師 就是Mandy 意思就是說 如果有些很個人性 如果不是很個人性的 就沒有什麼緊要 不緊要 譬如說 譬如說 我覺得很難為人祈禱 那些不緊要 那些直接告訴二牧師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就成為我的祝國 原來那些祖元是有些需要的 那他告訴我 那我就懂得去回應他 那我亦都 其實我是很願意主動 逐個逐個見你們的 好了 那我們這裏的目的是什麼呢 我們的小組目的 第一 是關顧每一個來的人 就是我希望這裏 成為一個關顧的群體 推動復興的群體 不只是好像散兵來的 不是好像自己顧自己的 是個個都互相關顧的 那第二呢 就是學到的應用出來 在幫助人了 那這個就是一個訓練 就是叫做訓練學院 幫助大家步步提升的 那就是操練牧養人 我會提示 怎樣去牧養他 怎樣幫他靈命 怎樣幫他個人的需要 跟著第四呢 就是 推動復興了 一個團隊是推動復興的 將復興帶到不同的地方 這個就是我們的目標 那可能你說 做不到 這些是 傳道才行的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 你有這個心 神是會使用你的 神不是一定要用帶 即是大牧師的 神可以使用任何一個平信筒的 那在小組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體重每一個人 那這件事都是神給我的特質來的 其實我接觸很多人 亦都很多人接觸我 有時候有些人看YouTube 如果大家沒有看 你記得上去看 我們上次的訊息已經放上去 第二次的就放了一點點 還沒放完 那很多人會回應我的 今天有些人是因為看YouTube來到我們當中的 有幾個是 請你舉一舉手 有幾個是看我YouTube 然後來跟我接觸的 舉一舉手 之前都有 OK 即是有些人是可能有別人介紹 各樣的原因來找我的 那我其實那些人三不識七褲 但我為何會幫他們 因為我覺得做了一個小子身上 就是做了耶穌身上 所以我不介意去幫助 任何一個無名小聖 任何一個覺得很困難 甚至有些真是很遠路的 又有 我曾經為過中東的人去跟他溝通 曾經跟過在世界不同的國家去溝通 即是神都會使用我們 每一個人都是很寶貴的 而在小組裡也聽過有時有些故事 一直告訴我 我在小組被人傷害 為甚麼被人傷害呢 他因為不是很投入 所以那些人就不太認同他 所以他就在小組裡面被人排斥 那我想說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我們很體重每一個生命 給一杯糧水一個小子喝 此人不能得上智 馬太十章四十二字 並且如果有人叛倒人 他說不如將磨石 刪在這個人的頸上 丟在海裡也比他叛倒一個小子好 即是說如果我們因為很想的小組很強 以至會給壓力那些不是那麼增長的 即不是那麼成長的組員 以至他們叛倒 耶穌說不如將石頭往他的頸上 丟到水裡 即是神不喜歡人 看重 只是看重事情 不只是看重那些大人物 是看重每一個小子的 這個是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 每一個人都是很寶貴 很重要的 而且看重人多於事工 有很多時候我們很容易覺得事工重要 但其實人是最寶貴的 也有很多時候人的關係覺得怎樣呢 錢比人更重要 怎樣呢 譬如有時候人會因為 你都聽過 有人因為一百元打架打死了 是不是一百元給一個人的生命更加寶貴呢 但他一口氣就覺得很生氣 那他就因為一百元而跟對方打架 就打死人 那你都 有時候人很多時候在家吵架是為了什麼呢 是為了一碗洗不洗乾淨 為了你有沒有整齊 即是說覺得 這些東西比較一個人的感覺更加重要 但有人說這樣相處很難的 他經常都洗不乾淨 他經常收拾東西又亂了 那我怎樣頂他呢 當我們的心態就說 我祝福他幫助他 不要緊的 我多收拾一點就不能死的 而令到他覺得平安舒服的時候呢 他被建立呢 反而緊要 但很多人就會覺得 嘩 那些東西亂了是很緊要的 有些東西做得不好是很緊要的 於是呢 就將那樣東西看高過人 也都有時候人因為小孩會做錯一些事 打打到他很緊要 教養仔也是對的 但當他用一個打的方法 他就會覺得 他就覺得呢 父母呢 就體重這些事情 更多過他 那我希望大家在小組裏面都是 看重人 每一個人都是很寶貴 你還教你說 你是非常寶貴的 你是非常寶貴的 你是極度的寶貴的 阿里路亞 另一點 祖元不是我們的工具 是我們的同工 不是工具 這個觀念是非常重要的 有時候人會這樣 事奉裏面這些是工具 我用它來做我想做到的事 不是的 每一個生命都是很寶貴的 是我們一起的同工 不是工具來的 在小組裏面很重要 每個人都投入回應人和分享 即是說有人說什麼 即是回應 有時候有些人 不習慣回應的 譬如我用一個例子 有人說 今天很開心 那樣 有些人說 你開心 你開心 不過我不太開心 或者我沒有特別的感覺 即是沒有回應 即是沒有回應 假設你一邊坐在小組 你會說 我很開心 每個人都沒什麼反應 然後組長說 我們討論下一點 怎麼會這樣 那你就覺得 我開心又和你沒有關係 我不開心又和你沒有關係 那樣的時候 沒有回應 其實令到個人覺得孤單 那你說 他開心我回應什麼呢 我又沒有他的經歷 你就說 哇 你這麼開心 我見到你都開心 那就已經很好 即是有時候 我們不知道要說什麼 可以說 我見到你這麼開心 我就喜歡 我欣賞你 我看到你笑 我都很開心 即是一些很簡單的回應 其實是非常寶貴 那其實呢 有很多太太都會這樣 有時候都會說 她說 跟丈夫聊天 好像跟石鳳鳳牆聊天 因為她沒有什麼反應 那所以中間的弟兄 我希望你回家 會有些回應 在小組年 都是一個操練回應的時候 但是有些人說 不肯 我一生人 我都是沒什麼回應的 我很難衝過這件事 其實怕什麼呢 怕 又不死得 回應是不死得的 你說 不知道說什麼 其實你不知道說什麼 有一個方法 你什麼都不知道說 按下頭也行 你試試按下頭 大家試試按下頭 行不行 頸按下頭 非常好 按下頭 然後你說的時候 你按下頭也很好 你 有些情況 你不用大聲 你只怕掌 她都說一樣分享好 你真的不懂得說 怕掌 她已經學得很開心 這是有些回應 即是投入回應人 還有分享 有些什麼分享 不用怕的 放膽說出來 那 聆聽 這件事 其實是用時間 但少了很重要 就是聆聽了 就是 留心聽她的內容 她說什麼 第二 她表達的方式 和情緒 兩個人說同樣的事 一個可以很開心 一個說的時候 可能很沉重 譬如說 我兒子去讀大學 哇 很開心 但另一個 我兒子去讀大學 為什麼會這麼沉重呢 沒有人陪我了 兩個人可以同樣的事情 是兩種反應 但你看她的表情 看她的聲音 你知道她是開心 還是不開心 這個是我們要觀察的 要聆聽的 這個其實 可以告訴大家 這些是很重要的 其實都是 我現在說到一些 都是輔導有關的 其實 不單止 大家輔導 是幫助大家 所有人際關係 還有 有什麼重點的話 她有什麼重點的話 譬如她有時候 很多時候說到 那些人都不理我 沒有人理我 沒有人理我 這句說話 是她重複說的時候 你知道這件事 是她心中 很受傷的 還有她身體語言 她在說的時候 手震震 她在說的時候 有個口震 或者她整個臉都紅了 你知道她的內臉是怎樣 即是她不開心 還有她對方有什麼行動 她說完即是起床走 慢慢看手錶 這些都是她的行動 好了 聽的時候一樣很重要 不要同時批判 或者想著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但很多人就不是的 一聽就開始 包括我的狀態 我都要自己提醒自己 我真的會提自己 我真的發覺 有時候一邊聽 一邊想怎樣回答她 大家有沒有試過 有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不是真的聽她 是很容易會聽漏了 好了 第三就是 接立對方的狀態 軟弱和罪 很多人就說 驚徒是應該不喜歡罪的 是的 我們是不喜歡罪 但是我們要喜歡這個人 就算他有罪 他也是一個很寶貴的人 我想問一下大家 神幫助我們 找我們的時候 有沒有試過 當我們犯罪的時候 有 我們個個都試過犯罪 犯罪的時候 神有沒有說我不管你 這陣子你祈禱沒有反應的 會不會呢 不會 神會回應我們 所以我們看到 神是回應我們的神 所以有人有罪 我們不要因為他犯罪 判他死刑 而是我要祝福他 聽的時候 亦都要處理 和控制自己的情緒 當我們講到這些時候 可能我們很生氣 很討厭 可能和他敵對的看法 譬如他 贊成戰衆 我們不贊成 或者他不贊成 接觸我們贊成 他在那邊講 我一邊起火 這樣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聆聽到的 我們要接受 人之不同 角如其面 不要緊的 人不同 不要緊的 第五 大家留意 首先我不要去想 回答什麼 但我們要分析什麼 他是分享事實 例如他分享一些事情 我們要知道他在說什麼 他分享一些感受 有一次 我太太跟我講一些 然後 我回應他的事情 他說 你知不知對我 跟你分享我的心事 我沒有留意到 他是在分享他的心事 我就當作是事情辦 我們要分析他講的是什麼類別 他分享感受 我就要用感受回應 譬如有個人說 好像只是 師父 分享 如果大家回應 希望大家是回應 他的那種感受 他年輕的時候 那種傷心 神會 神回應 總是回應感受 這是他的經歷 和王全道都是這樣說的 王全道也都看到他的生命冊 裡面說到每一次都是神說到他的感覺 神是神的回應 人是用他的心來回應 神不是就是用腦來回應 是用他的心來回應 是回應人的感受 所以我們看到他是分享感受 或者他的情緒狀況 他有些激動 我留意到他 激動 我知道他在這個狀態 我知道那件事在影響他 或者他關注什麼 我留意到他 這就是我們要做的 分辨他到底在說什麼 但不要批判 接受他就是這樣 這件事是很難做 我都會說 我都是很難做 但我都是求主耶穌幫助我 在這方面一步一步提升 我太太也有時會提醒我 第六 避免不必要的法文 不要打斷華病 第七 不要馬上眷戒 有些人很快地說 快點祈禱 你自己祈禱 以靠神 不要擔心 不要憂慮 你不要哭 這類的判解 其實傷心的人 是不喜歡聽到的 人是很想人家感受他的感覺 神都是感受我們的感覺 我幾次流離 你都記數 大衛所說的 剛剛謝仙所說的經文 詩編五十六篇第八節 求你將我眼淚裝在你的皮袋裏面 這筆都記在你的策子上 所以我們首先會回應人的感覺 但我們都會回應那個需要 稍後再講一下 不要為了滿足好奇而發問 不要問一些 例子 我告訴大家 如果有人說他被性侵犯 你不要問他怎樣被性侵犯 真的有人這樣問 他是好奇心 這是令他更加傷痛的 你有興趣就是 我經發生甚麼事 你不是有興趣我的感受 我們要是感受他的感受 好了 引導他的表達 第一用引導性的問題 你心情怎樣 你是不是覺得有委屈 即是問一些問題 但不要批判 不要說 你有沒有覺得錯 有這排大有批判性 但大家聽我說 好像覺得 這些我不會說 但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真的見過很多很多 其實下一堂應該是講輔導的 我會請有人 願意出來一起輔導的時候 我就想大家 在過程中發覺原來 輔導是這麼 這麼多人 這麼容易 一講口出的說話 是會傷害對方 但我希望當中 我叫你出來 就不是傷害的 是想大家一起學習 怎樣去溝通更加好 我都希望當中 有夫妻 或者是很親密的關係 譬如同工 很熟絡的人 如果願意出來的時候 我可以下一次去輔導 去公開輔導 讓大家一起學習 好了 然後另一種方案 就是重複 譬如說 我好不開心 那你就說 你好不開心 即是說那句話出來 這個方法 都是一個方法去 即是告訴他 你聽到 以及讓他更加解釋 我為何不開心 他會說出來 第三就是反應 用不同的表達方式 並且可能加上 因為 所以 你覺得傷心 因為他不理你 即是 有時候人會很開心 為甚麼呢 你知道我 因為他不理我 所以我不開心 即是有時候 有些人會說 對方聽不到他講甚麼 但你說 原來他不理你 令到你很不開心 他覺得很鬆 大家可否感受那種感覺 譬如有個人 激傷你 然後有個人說 他講你的話 令到你的心很激氣 你的心 根本是你知道的 不過你覺得有個人 知道你覺得很舒服的 或者他這樣說話 令你很氣憤 好了 那回應人的感受 和需要怎樣回應呢 第一就是接立 接立是怎樣說的 我明白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感受到 在這樣的情況 很容易會煩惱 我知道 你會覺得很辛苦 是不是 這些就是 接立他 他真的會有這種感受 還有第二就是 生同感受 就是同你心立 我在你的情況 我都會很傷心的 我感受到你的失望 就是我感受到你那種 傷心失望 那也都用身體接觸 來表達接立和安慰 譬如怕他的手 或者擁抱他 就算異性 有時你就是 拍下 或者你遞了紙巾 都是一種行動來的 就是有時有些情況 當然 異性輔導 最好就是 不要單獨的 但是 當有其他人在一起的時候 他真的很傷心的時候 你就算是異性 你怕的時候 都不是一個問題來的 就是你 不是太強烈 如果有另一個異性 同性在一起 那就最好 他就做那樣的身體的接觸 因為人 在不開心的時候 一身的接觸 都是的而且確 是一種很大的安慰 但紙巾給流淚的人 都是一種的 就是一種的回應 好了 我想問大家 當有事情發生 有人跟家人吵架 他吵架 就是他做錯事 他很傷心找你 他有三件事 一個是罪 一個是困難 一個是感受 誰先回應呢 感受 是 感受 有些人先回應罪 你得罪神 你快點悔改 你要向家人道歉 這個時候 其實不是一個好的時候 他這樣說的 回應他罪 回應他困難 你吵架之後 有什麼發生 那他有沒有走了 這個 他當時來說 不是他最關注的 他最關注 是他的感受 你當然是很不開心 你現在心情怎樣 就是感受 有些人 我不會說這些話 你就想一下 如果你是他 你會有什麼感覺 你就問他 有時你不知道 你就可以問他 你的心有什麼感受 你就問他 讓他說出來 好了 那你說 我聽完他 回應他 關心他 那我之後要找解決方法 怎樣解決呢 就一起去找 一起 就是在小組裡面 譬如有人分享到一些困難 我們一起去找 怎麼一起去找呢 可以問一下對方 那我們可以怎樣處理這個問題 譬如他剛剛在家裡 吵大架 我整天都吵大架 哎 整天都很長氣 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一起去想 可以討論 怎麼走出來 但這其實是一個大題目 我今天沒有時間去說這件事 可能 輔導的時候可能會說一下 如果對方想不到的時候 可以問對方 我提議一個方法好不好 這個方法 用這個方法說 就比說 我告訴他怎樣做 為什麼人會覺得你不斷教我 但是你先問他 你有沒有想到什麼方法 我們一起去想想好不好 那你可以提他 有時候提一下他 既然他是這樣的時候 你可以做些什麼呢 這樣去提他 然後他真的想到的時候 你說我提議一個方法好不好 這樣 那我們在這個小組裡面 或者輔導 不要用長時間去教導 我們可以引導他 引導他的時候 一邊看他的反應 譬如你一邊說 對方一邊都 倒下頭都不聽你說 那就不需要再說 但是有些人說話 他是不理對方 聽不聽的 他是一邊說完他的台詞 一邊說完台詞 這樣的時候 這個不是一個好的小組交往 或者是一個輔導的交往 其實小組是有很多輔導的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來的 還有可以討論 能不能夠做出來的 好了 跟進組員 我們要繼續跟進 就是怎樣 第一記住他的需要 和為他祈禱 就是說他講之後 記住 如果你不記得 你可以寫下 你讓他知道 我只是寫下 我可以為你祈禱 由在小組的時間之外 關心他的情況 和關心他 關心他怎樣處理問題 還有實際行動 去關心和幫助他 OK 好了 如果有人有軟弱或是罪 怎樣算呢 第一 不要在內心或是態度 或是說話定他的罪 不要說 你這樣犯罪怎行 神不喜歡你的 有些情況 那個人真的不知道罪 我們都要用一些說話 用的時候 可能用的方法 就是 你有沒有想到這個罪 你犯的時候 神會怎樣看呢 這句說話 你說 用他強硬些 他會聽到多些 他會知道錯多些 其實是未必的 不一定說 你知道你犯罪得罪神 那個人是會反應 對我們有些負面的回應 就是你的態度和聲音 反而我們會說 你有沒有想過 神會怎樣看你所犯的罪 你做的事 你覺得神會怎樣看呢 那麼他就會去想的 就是我們的說話 不需要大聲的人才能聽到的 這個是一個謊話 就是大聲的人 就聽到多些 這個是一個謊話 那麼第二 就是看述他們 就是知道他這個情況長大 知道他這個軟弱 是很容易會有這種罪的 那麼呢 用愛心和治療的方法 一步步幫他悔改 就是我們知道他 去幫他悔改 和提升他們的靈命 當然我現在是很簡略地這樣說 那麼就不要將他的軟弱傳開 這個很重要 就是不要將他的困難 傳開 那麼如果你真的幫不到 也都可以請成熟的人幫助他 那麼如果講到詳細 怎麼講呢 我們下一次會 就是講到輔導的時候 會再講一下 好了 那是很重要 守秘密 他所講的 在小組裡面 就是小組 不要回去傳開 就 但是呢 有個情況就是 什麼情況 是善意的討論 譬如你看到有個組員 是有很大的問題 那你可能呢 組長需要討論 那如果你討論的時候呢 用什麼心態呢 就是我們幫助人呢 善意幫助人 不是講閒話的 就是我們當他們談論幫助人的時候 有這個標準 就是對方聽到都會覺得我們有愛心 那這個就是一個好的標準 就是說有時候有個組員 講到他的困難 那麼我們 可以用愛心去討論 但是討論的時候呢 是令到 就是真的 他剛剛 在門口聽到 都會覺得我們有愛心的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一定要守秘密 不要傷害組員 不要指控 和標籤 標籤就是給他一個態度 你又很情緒化 你又失控 你又沒有理智 那就是 這些是一些標籤 我們要分辨 看到他的行為 和他給了一個標籤 他是兩個東西的 任何的說話 是令到他有負面的 我們都不要說了 譬如說 為何你沒有反應啊 你講話很悶啊 有時候年輕人的會 有時候講話會這樣 你很悶啊 我不知道你講甚麼 他很直 你太長氣了 你又沒有數靈生命 這些是很直接 是有一個interpretation 有一個解釋在那裏 就是覺得他不好 OK 我今天就停在這裏 就是大約給大家知道 在小組的時候 我們要聆聽 要回應 要關心 接納 有一個正面的感覺 讓他覺得被安慰被接納 而不是一種 好像 好像一個審判法庭 那樣 小組不是審判法庭 小組是一個被接納的地方 被安慰的地方 那現在呢 我們事實上 是 即時要做一件事 就是 時間是短的 那我 現在呢 就只有 半個小時 其實半個小時 都會很短的了 直到9點2 而我們就開始 服侍其中 9點2 出到0 那我就 我不知道現在 坐的方法 有沒有任何排列 Mandy 有的 有的 如果有的話 是 組長 即刻 就即時 OK 今天做甚麼呢 組長已經知道了 我再說一次 大家先靜一靜 先 今天 是大家認識 還有 聆聽一下 大家先聽聽 不要動 不要動 聆聽一下 對方 在這個課程 到現在為止 他 覺得怎樣 學不學到 還是覺得有困難 在聖靈的經歷上 在討告的時候 他會不會接受 還是覺得不接受到 即是有些甚麼困難 都可以說出來的 好 祝福大家 每一個小組 在這個課程中 在這個課程中 你會想要做 聖靈的課程 我們在這兒 為何不接受 聖靈的課程 住人 都可以做 我們現在 做了 聖靈的課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